去年七月下旬 帛琉級貨船天使輪 船身進水傾斜後乘船 造成船上六百多個空櫃 散落在海面上危害航道 而且漏油也損壞漁網 高雄檢方認定天使輪的執行長 還有船長 兩位外籍人士疑似 隱匿船隻狀況 涉犯公共危險罪 但兩人都沒有道案說明 即日起發布通緝 其餘十九名船員認定 他們在船隻進水時 已經有盡力處理 犯罪嫌疑不足 不起訴處分 層層跌跌的空貨櫃 都在海上打撈而來 停放在南新計畫區 以及高雄港務公司 所屬的場域 去年七月下旬 帛琉級貨櫃船天使輪 船身進水傾斜沉船 空貨櫃漂流在高雄外海 危害航道漏油 也造成臨近漁船損害 高雄地檢署在一號 偵查終結 天使輪從大嶺港出海 隔天貨艙就進水 中途又更換船長船員 新接手船長無法阻止 乘船發生 讓定員船長以及天使輪的 執行長涉嫌隱匿船隻狀況 恐涉犯公共危險罪 但兩人沒到案 決定發布通緝 除國至少通緝二十七年 為了收拾天使輪在高雄外海造成的損害 港務公司高雄分公司找人協助落海貨櫃打撈殘油抽除以及船體切除 加上漁業署獲報的二十四案十八艘漁船損害 截至目前為止清理及求償費用以兩億多元 兩名外籍人士遭通緝是否面臨求償無門的狀況 高雄港務分公司回應以委任律師做求償等後續結果出爐再例行評估 記者網上提取證據高雄報導